我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 贤弟 我也要纹身 文 你是皇帝你说的算 好好好 等朕以后上朝的时候 就将这纹身露出来 我这皇帝的威严肯定会更上一层楼啊 你快别说话了 快跟我进去吧 苏晨带着李二直接踏入酒吧 李二看着面前来来往往的各色男女 五彩灯光不断闪动 耳边也不断传来各种各样嘈杂的音乐 老李 你看那就是舞池 就是跳舞的地方 苏晨给李二指了指前面很多人挤在一起扭动的舞池 其中不乏身着清凉的女人 把李二看得目瞪口呆 走 咱们也去 说完苏晨就向前走去 这是酒池肉鳞啊贤弟 这也太腐败了 这要是让魏征看到得活活气死啊 老李 来吧 试一试 保证让你忘记一切烦恼 这 这不太好吧贤弟 哎呀老李 你外里迢迢从大唐来到我这里 怎么能不试一试呢 我保你不后悔 听着贤弟的劝说 李二脸上依旧带着一丝犹豫 你不去我可去了 可是 真乃大唐皇帝 一国之主 怎能亲自跳舞啊 老李你快点的吧 哎 不管了 既然来了就入乡随俗 李二勉为其难的走了过去 随着音乐的不断冲击 李二慢慢放开了 整个人开始蹦蹦跳跳起来 附近的人看着这一幕都是看傻眼了 这哥们刚才横电回来吧 这演的是哪个皇帝啊 附近人都是好奇地对着李二围了起来 不少人纷纷拿起手机对着李二一顿拍 发到短视频平台上 震惊 就把你讲下皇帝本地 贤弟 真够近 李二浑身跟着节奏摆动着 感觉一切烦恼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附近的人都是看着这个古装皇帝扮演者 脸上都是猛逼的表情 你们怎么不跳了 接着奏乐 接着舞 真命令你们舞 李二这句话一开口 人群中有的人都扑斥笑了出来 被说 不愧死转业的演员 还整听小皇帝的 这大叔也太可爱了 演戏演魔争了吧 大叔 你扮演的是哪个皇帝啊 真乃李世民事业 李二挺了挺肚子 显示出自己霸气的一面 天可汉李世民 附近有的历史迷开始惊呼出声 他们本来就是历史上李二的粉丝 如今看到李二的扮演者也是十分激动 天可汉 能帮我签个名吗 给我也签一个 不一会 李二面前已经围满了拿着纸笔的人 而且网络中随着李二跳舞的短视频 被越来越多的人转发 李二瞬间在全网爆火了起来 卧槽 这也太高效了 尤其是那句借着走乐 借着舞 又当年按刘荒鼠那一位了 第二天整个网络基本都被李二蹦迪的视频给大屏了 老李 你火了 你竟然成网红了 网红 网红是什么 在我们这想当网红那可是很多人的梦想啊 没想到你随随便便跳了一个舞 就能火遍全网 嘿嘿 不要迷恋哥 哥只是一个传说 李二十分臭屁地说道 又开始进入美女直播间 进行土豪一至千金的时刻 这不就是前天咱们看到的那个人吗 竟然一夜之间这么火了 那必须的 这么火的视频能不火吗 太搞笑了 不对 这 这该不会是 周姐 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这个龙袍是真的 什么 真的龙袍 不会吧 如果是龙袍 那可是价值几个亿的呀 小周 怎么了 未老 我好像看到有人穿着唐初的龙袍去蹦底 而且保存得非常完好 什么 唐初的龙袍 这怎么可能保存下来 此消息瞬间席卷了整个网络 李二跳舞的视频又被推到了新的高度 可是当事人李二却在拿着手机黑黑傻笑 就在苏承二人看着直播的时候 系统空间内的另一扇光门闪烁了起来 这是要开启了吗 咋了贤弟 不是贤弟 下次你再这样提前告诉我一声 这样很吓人的 然而苏承并没有李李二 一直盯着那个一直闪烁的门 贤弟 那个门在亮爱 你这是插上电的吗 老李 我带你来探我的家乡 你话怎么变着莫多了 你那皇帝的威严呢 然而就在此时 光门的光芒更少 剧烈的颤动了起来 天空上掉下来个人 不是 系统啊 你弄这光门的意义何在啊 把人家从门里传送过来不行吗 这 这是哪 陛下 你看那里有人 此处没有太阳 竟还如此明亮 莫非这里是仙界 那人是仙人不成 你们是谁 回禀仙师 我是大明皇帝朱有俭 刚才皇宫内突然出现一个光门 我就垮了进去 没想到来到了这里 朱有俭 崇祯皇帝朱有俭 朕就是崇祯皇帝 崇祯 就是大明的王国之君 在梅山老外脖子树上 上吊的那个皇帝 什么 朕是王国之君 还跟梅山上吊了